心裡花色放暖意歡顏 開了花香氣蓋滿天下 是愛的循環 總不變差在心中信念間 將這心花每秒去昇華 一個隔龍情不減 別要左撲右盼 願珍惜借隔 面對急風阻隔 自信雲東很短暫 總不會定格 始終太陽會高掛 讓你我心間 永遠不分散 照耀會多花 像我真心的表白感到嗎 被溫馨感染嗎 在四季之間 彼此去精彩美化 塵埃缽間 一朝搖下 心花放鬆無限 是可以嗎? 是可以嗎? 他是要做什麼? 他不可以 明明是不好看的 當然是,你們的畫劇 我們沒有人帶天堂鳥入場 我們帶了四所招 真巧,兩次都看不到 可能我們跟畫劇沒緣分 謝謝… 小心 趕著看畫劇 快點,就時間到了,遲了不讓人進 我知道,不過我女朋友臨時失敗 我一個人看又好像沒什麼意思 其實我是趕著來 看看有沒有人幫我買了這兩張票 時機怎麼這麼巧 幸好有兩張票而已 原來畫劇這麼棒 尤其是最後一幕,多感人 當女主角抬起頭,看著上面的時候 那個神態真是多優美 我知道你那邊長 女主角看完封信時 然後慢慢向觀眾抬起頭的樣子 你不用這麼看著我吧 雖然我知道我跟那個女主角差很遠 不是,我說你的樣子 還妻美的那個女主角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妻也有,美也沒有 你不用這麼稱讚我 這頓我不會請的 我說真的,你不相信嗎 究竟是什麼? 她和剛剛看完畫劇 畫劇?你請我回家快點看完它 我就是知道你不喜歡看 所以就沒叫你 免得進場黑暗睡,影衰我 那你回家之後,記得打電話給我 好,再見 三老,現在那邊應該是下午茶時間 這間餐廳的梳乎你很棒,叫一個 開心嗎?已經很晚了 不如留下一次吧,我覺得有點累 那下次再吧 跟這些人做兄弟真的要放飛機 浩門大戶是這樣的 她那兩個兒子三天不賣兩天就見譜 很離譜,趁弟弟不在就去勾二嫂 那個影后又挺瘋的 我也很喜歡看他演戲 真是想不到他的私生活這麼吵架 就算是,也不要大無私 樣地出雙入對嘛 只需就是他的大哥 自己是弟弟嘛,要賺錢走遠一點 大家都知道今天成宗的熱鬧鬧話題 昨天影后本來出席的一個展彩儀式 都臨時脫底 是不是要避開會在同一個場合出現的 王氏兄弟呢? 根據我說,其實大家如果都是光明磊落 根本就不用刻意迴避 好了,送首歌給大家聽聽 開心 高高 上車吧 我不是回家,我喝一杯花茶 一元錯了,兜你了 一元你也浪費嗎? 不斷上客,今天星期日有老人優惠 幸好我老也比你還小 你還要去超市?還買這麼多東西 是甚麼? 買零食而已,三宝過幾天就回家了 你知道我不用上班 就趁時間進貨了 三、六個小時就要吃飯了 好… 那你今天下午一定有空吧 是呀 那就對了,幫我做點事吧 甚麼? 幫我試味 這壺分析草茶是水頭水蔥的 這壺是蒸餾水蔥的 這壺是礦泉水蔥的 待會你試試哪壺的草味 好像很認真 我還試過用很多不同的茶壺蔥 我試玻璃茶壺,金屬茶壺 陶瓷茶壺,連紫砂茶壺都試了 不過我發現問題不是在這裡 原來你不是認真,你是非常認真 聽你說嘛,要用心去沖茶 要用心去調好一杯花茶 所以就由基本開始 學會怎樣去沖一杯 十全十味的美麗花茶 如指可教 這樣也要明師指點 好,快點試試 好,可以 這樣吧,我數三聲 一起指出最好吃的那壺吧 好 一、二、三 一壺 這壺有礦泉水蔥的 因為茶色好,味道很明顯 比其他那壺清香的 花茶的味道好出 而且質感也有滑很多 沒想到原來礦泉水沖出來的效果 可以這麼好 原來我一直用錯水 接下來你應該嘗試用不同的礦泉水 看看效果有什麼分別 好,待會我馬上去超市 搜索所有不同品牌的礦泉水回來 你笑什麼? 沒有,我看你現在的樣子真的很有心 當然了,我不想一杯花茶汁 不過這樣,就算花茶多好喝 我總覺得好像差一點東西 差什麼? 你不覺得拿著喝茶好像很划? 江哥 人仔 開心姐,我拿了一些蛋糕回來 算是餅櫃櫃 開心,這些餅是否在外面 普通的餅店拿的? 是呀,味道一般而已 這間是花茶店,花草是主題 你有沒有想過把花草茶的味道 加入蛋糕裡? 那是花茶蛋糕嗎?這個想法挺好的 沒錯,花茶蛋糕就是一杯花茶的 銷售點 也是銷售點 那是怎樣? 即是一邊喝花茶,一邊吃花茶蛋糕 那些感覺就出來了 好,這樣說,我有信心 一杯花茶的生意可以由谷底反彈 還可以越做越好 真的嗎? 當然是,不過要你幫忙 幫我找找做花茶蛋糕的門腦 不行嗎? 是,沒問題 那就靠你了 紀主席,你看看,應該收緝了吧 其實少幫助一點,何必這麼大陣仗 你鋪話法,可大可小的 除了外觀不好看之外,還會滲水 對,嚴重一點影響大廈的結構 萬一有什麼人命傷亡 你先撒不撒得起飛 就算要收拾,其他的陳述都比你更重要 還有,我看過大廈委員會的報告 你做主席的時候,有很多工程還沒做 我就是要收拾你的手後就要收拾了 你那鋪話法 你以為坐主席的位置這麼容易坐? 你說我做得不好 我又看你做得有多好 那你放心 我坐得這個位置一定會鋪鋪鋪鋪鋪 不像有人走過走過 別走,這裡有一堂東西 一共一百六十九條 每一條都是這間大廈需要改善的地方 你都看清楚了 還有,現在是小業主民宅制 如果你做得不好,你也知道會怎樣 好,我就是漾漾做得粗,看你怎麼搶我 後樓梯的燈火不夠光 很容易引致住客不便 這些絕對是主席的問題 因為他管理不適 垃圾可倒垃圾又不準時 引致蚊蟲之生,令四周的環境非常惡劣 不過這些都不是垃圾可的問題 而是主席的問題 因為主席沒有主動跟進 你不用妄想吧? 一字不留地替我打下去吧 這次還不報仇禁保,讓你鞠躬盡水 我就告白你的信箱 我看你做主席做得這麼傻 媽媽,不如別搞這麼多事 其實你以前跟文叔也有很多話 以前我不覺得他那麼醜 現在我看到他後面就爭了他前面 不如我跟文叔和他開心聊聊 有什麼這麼好聊? 他這樣的爸爸 你方會教得比那些子女好嗎? 吃了這個牌子的朱古力 他人也比較甜 我現在不夠甜嗎? 不是,因為他有走心 正所謂是甜到漏的 你這種哄人的說話從哪裡炒回來的? 什麼炒回來?我自己想的 你想的這麼厲害 你是不是想到待會帶他去哪裡玩? 當然有,待會我打算跟他看一場戲 你以為對面的街坑是你媽媽嗎? 對,媽媽沒理由在這裡走的吧? 我現在很不見得人嗎? 我是不是以後出街要戴著頭盔嗎? 不是,不過我不想讓媽媽知道而已 你知道的,你爸爸和我媽媽 一輩子成水火的嘛 他們還他們,我們還我們 你打算瞞著他什麼時候? 我也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我告訴你,現在回來跟他說 不行的,媽媽還在生你們整個家 什麼?你媽媽連我也不喜歡嗎? 也不是很不喜歡,不過有一點反感 你別生氣,等事情催淡了 我再跟你去見媽媽 已經夠了,我們看電影了 不看了,你要看你跟媽媽看飽了 美麗… 別跟著來 不如嘗嘗這個揚釘菊吧 謝謝 沒話要跟你說,不要休息 兩個揚釘菊,什麼時候這麼生氣 坐下 別再提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男人這麼蛇鬼 總之氣氣了 拍拖嗎?被男人氣了? 你壞了,一輩子兩姐妹拍拖 都不告訴姐姐 一輩子兩姐妹我拍拖 你一點點心都沒有 現在你戴我一輩子嗎? 過來看看,誰來的 就是樓下那個 我看見我了 佳叔,Nicky 給我這個聰明的妹妹看中 Nicky也挺有福 激氣就真 什麼事吵架? 不知道是不是說她是個孝順仔 還是怕她媽媽? 剛才我們逛街的時候 她一看到以為她媽媽,馬上彈開 說不定人家雙胃圍圍了這麼多年 給點時間吧 好…別吵架… 我衝一些金盞花給你 嚇一跳,想順氣好不好? 一壺也不知道夠不夠 那兩壺吧 來 來,來 不好意思 媽媽,姐姐,回來呢? 回來嗎?這麼晚?去哪裡? 我去洗手間溫習 這麼辛苦?應該是吃點水果補一下 那倒是 但是洗手間不是閉十點嗎? 為什麼你十一點才回來? 對,那倒了一整晚輸 坐下餵樓下的肚子也應該而已 免得回家要我爸爸煮宵夜吃吧 真的會想吧? 當然 不… 就是由早到晚,到時十多小時 就很辛苦了 不辛苦,哪有辛苦? 用功讀書是我的責任嘛 說話嗎?你的責任不是打遊戲機嗎? 挺聰明的,我到了第四名 一定擺放了很多心機和時間 我讀得很久,悶悶地 打幾個機器來開個腦子而已 打幾個機器就可以拿到第四名了嗎? 我天生健康,沒得說的 天生健康又不讓你研究到電腦程式出來 這本書寫明的 是要白金卡會員才有資格參賽 要做白金卡會員 是要每天打五個鐘頭機的 聰明仔,你真是幫不下 我爸爸很疼你,又是煲湯給你保腦 怎麼知道你丟下書包去打遊戲機 你浪費了我的心機不要緊 你浪費自己的時間而已 爸爸說得對,反正讀不上書 那就出來工作吧,別浪費時間 我真的硬來,爸爸… 爸爸沒用的了,不能說不 我知道了,你們合作來監製我 就想逼我就範 你沒有做錯事,怕什麼監製? 我就是不會那麼容易被你們冤枉 被我們冤枉? 你剛才吃過的水果,誰付錢? 你住得這麼舒服,誰交租? 你讀這麼多年書,玩足這麼多年 誰付錢? 好,你說來說去 嫌我要你們的錢 好,我走,我以後都不靠你們 Joby仔 我想看你回頭,又哀又犀 記得鎖門 Joby仔 好,那現在怎麼樣? 冷靜吧,爸爸,他跑得去哪裡? 遲早就用些地氣回來 爸爸鎖好門 等他回來開不了門,嚇一嚇他也好 是呀,嚇一嚇他吧 開心嗎? 開心 什麼事?爸爸 聰明仔 算了…開門給你吧 不是呀,他到現在還沒回來 晚點他就回來的 現在已經很晚了,三點半了 三點多? 他會不會上天台? 我上去吧 他會不會去了朋友? 我打電話給他幼稚園 少了我中學的同學 打球、打機、打機都說沒有了 你們倆也是的,為何罵他罵得這麼厲害 男孩子嘛,有自尊心嘛,怎麼受得呢 爸爸,你剛才罵得挺厲害的 他沒錢在身上,能去哪兒呢 是呀,但夜媽媽很容易被人劏死牛 他仙都不仙,怎麼劏? 怎麼會這樣做呢? 那還不是呀? 沒有錢嗎?怎麼多拖兩槌 爸爸,你別讓人休天 我也沒什麼害怕 我怕好得不靚,醜得不靚 不…只是醜也不靚 你有沒有去過? 我去那邊找找找他 誰是誰呢? 人叔,這麼晚了 正海,聰明仔本來找過你嗎? 沒有 沒有 沒有? 文叔,究竟發生什麼事? 都說了你們兩個 是要罵他弟弟才會安心的 賣了一件事,怎麼辦呢? 美麗,給他看著打 開心,不是聰明仔到現在還沒回來吧 就是了,不知道他在哪裡 要不就這樣,我穿件衣服 我陪你四處找找找 好 總之在看著他,還有,你們找不到就算了 你回家就跟他,知道嗎? 那你收拾吧 我現在跟江哥坐的士多遠一點找他 就這樣吧 不用這麼擔心 我看著聰明仔也是有慈善氣的 他下了一口火就回家了 罵他兩句就走了 身為學生就是考試,還在罵什麼網巴 我嫌罵他得少了 網巴?通常這些網巴都是通宵營業的 可能聰明仔會在那裡也不定 他平常去哪一間的? 好像是碼頭圍堵的那間 司機大哥,麻煩碼頭圍堵 麻煩你了 打電話打得吐爆, 沒反應了 他幾歲? 十幾二十歲左右 那些年輕人晚上沒家回來才打到這樣 不是, 看他抽筋成這樣, 死定了 那年輕人是穿甚麼衣服的? 你坐前面的馬車 你幹甚麼? 那電話呢? 就把電話帶上去 對了, 打給爸爸告訴爸爸 聰明仔進去醫院 別這麼衝動, 先看清楚一點 剛才的文叔已經這麼緊張 你還跟他說, 稍後更加擔心 老人家不能嚇壞 糟了, 聰明仔…你千萬不要有事 糟了, 開心嘛, 你定點來吧 不要自己嚇自己, 好不好 聰明仔 你是不是他的家屬? 不是, 不好意思 不是聰明仔, 那你放心吧 怎麼了? 你去哪裡了? 整個村子都不找你了, 大哥 什麼? 什麼? 你拿正牌嗎? 說得這麼大聲 待會兒被妹妹知道你在這裡說死 是呀 你一整晚去了哪裡? 一整晚在天台 原來晚上鬼死這麼多人 差點把你倒進去變豬頭 你爸爸四處找你 我知道, 他上過來天台 但我只是這樣瞪著瞪著 我叔叔看不到我 你還敢說話?你真是看不到 文叔剛才怕臉都射了 不斷丟你兩個姐姐 活該, 誰叫他們剛才這麼兇死? 惡還惡, 他們只是緊張你 就讓他們緊張一下 姿態這些東西一定要放 放多久?以後不回家 被蚊咬了一整晚, 不是白費的 已經計劃好了 明早一早, 我就找個地方蹲 我會弄得好像很慘 你就幫我洩口風, 說見到我 讓我爸爸飛身撲出來找我 到時他見到我這麼可憐 他就不會再逼我出去工作 古古畫畫的, 不枉你叫多聰明 有些食魯 但你以為一輩子都不用工作了 人家在讀書, 我在玩 人家在做事, 我在玩 還有什麼比這樣的生活好呢? 是呀…經常都只是玩 一輩子都只是考試 不…萬一哪一年會考出 我讀過幾題就發達了 我到時就可以讀上去 不…你報六科 科科被你貼中的機會 比你在家裡收拾一千萬 誰在乎, 總之吃完東西就大教訓 過得一天就得一天 那又不要睡著 睡前幫你補一補腦 先打兩艘機器, 好嗎? 三盆兩繩? 殺你 這隻聰明仔, 電話還沒開 打回家裡也沒人聽, 也不知道去了哪裡 爸爸, 不用這麼緊張 聰明仔沒事的 爸爸, 你沒事吧? 小心點 爸爸 爸爸, 你沒事吧? 我也沒事不要緊 最重要是聰明仔, 他沒事 敏叔, 我先扶你上去, 來 慢慢走, 敏叔 站住 小子包 爸爸 你是高床軟枕 你把我們那個瓶泊了一整晚 要不然你們逼我出來工作, 我洗走 還在這裡理魂哲曲 如果你有心讀書, 你一早就能考到 我在這裡浪費時間 聰明仔, 你真是幫不下 媽媽, 這次一定要罵醒他 不可以讓他再放肆 你這麼說, 已經判了我死刑了 還哪一輩子說? 江哥, 你也會做人大哥 公平一點 你說他一定不讓我讀書, 是不是不合適 聰明仔, 是你問我才說的 那我反過來問你一個問題 你考會考, 考過多少次? 兩次, 這次是第三次 第一次得三分 第二次還需要得一分 那你這次有沒有信心 可以考得比上次好? 盡力以為, 不考他怎麼知道 聰明仔, 你的語氣已經告訴我 你根本就沒有信心會考得好 所以就算讓你考幾次也好 你的成績也不會突飛猛盡 與其是初陀歲月的 那倒不如早點出來找東西做更好 斜江哥, 你也很雙重標準 你妹妹說不讀書, 你就罵我拆天 現在在這裡轉去看 如果真的不適合讀書 那出來找東西做也不是一件壞事 一旦可以腳踏實地 從低做起, 一旦有一個好的前景 那多考一年也行吧 多考一年曉飛嗎? 現在沒人相信你了 聰明仔, 如果做讀多一年書 才出來找工作做 到時候有些大宅北月山跟你爭 那找工作就更加難了 現在沒人支持你了, 死心吧 死什麼?你們是不是真的很想我死? 是否比較刻心? 是你說找江哥做仲裁的 現在倒楣了 什麼?你真倒楣了 花茶店快來收拾 你找不到錢拿回來 你想找一個祭旗嗎? 你現在說什麼? 你這麼聰明, 找死法養家笨 總之你們各個反面玩心對 每個人都看死我 沒人看死你, 是你自己不爭氣 是你們找我出氣才爭 你現在打得少人了, 聽他這麼說 爸爸, 叔叔, 爸爸… 我看見有點暈 爸爸, 你看得怎麼樣? 要不要去看醫生? 不用… 你們先出去, 聰明仔陪伴我就行了 是呀, 我們先出去吧 那爸爸, 你休息一下吧 好 爸爸, 你不是很暈嗎? 原來你演戲 爸爸不演戲 怎麼把樓推給你下台? 聰明仔, 其實你兩個姐姐和一哥 說得有道理 你不斷讀來讀去, 只會浪費時間 來, 碟下心水, 出去找工作做吧 從低做起, 腳踏實地 爸爸無限量支持你 爸爸, 你不明白了 外面做事很艱難 快餐店十幾元一小時 早上晚上十一, 費用更多錢 那不做快餐店, 有其他事要做 做銷售嗎? 天天就站了十二小時 找到也不夠衣腳了 爸爸也說支持你了, 你少擔心 怎麼支持呢? 給一張貼 每個月就招給你利用錢 讓你辛苦得來又有獎勵 也沒意思 對, 聰明仔, 其實你也不用了 要為自己將來打算 難道你想一輩子靠爸爸嗎? 爸爸現在都老了, 不能看你多久了 對, 你就當是相信爸爸, 好嗎? 現在爸爸被他抬你下坡 你還不用想? 不是 不就行了, 一如就這樣決定 等你出去, 大家都很下台 先說明, 我是順利意的 絕對不是聽姐姐說的 行…只要你答應, 你喜歡怎麼說 不好意思, 乾哥, 麻煩你一整晚 先吃點東西吧 一起吃吧 沒胃口 你們怎麼搞的? 爸爸不舒服, 你們還吃得下 還有人性嗎? 爸爸他怎麼樣? 他沒事 我當是給爸爸出來做事 你們滿意吧 你們不想養, 爸爸我養 你們不孝順, 我孝順 我現在就煮粥給爸爸吃 只要聰明他, 一時不偷雞就當保長 就是了, 進去看看爸爸 開心嗎?不用了, 民宿沒事的 剛才民宿只要被下台位是聰明的 那你怎麼樣? 就是他在外面的天氣 一天都光亮了 我進去洗個涼睡覺, 晚安… 幸好昨晚你在這裡 如果是我一個, 肯定拿手不成神 那家人有事, 怎麼會不擔心呢? 人之常情而已 無緣無故把東西通了一晚 真是不好意思 不要緊, 我就當是刨了一晚小說 除非結局強差人意呢? 結局還未有內容 現在對聰明仔來說 只不過是踏出新的一步 人家要給他多點時間和鼓勵他 吃東西吧 謝謝 怎麼樣?覺得怎麼樣? 茶味真的好了很多 感覺很新鮮, 濃得來又沒有苦結味 桂花家婚姻菜也挺特別的 是呀, 我們現在試著 不同花籽互相配搭的效果 綠色會有新口味, 多點上來試 是呀, 好呀 那又沒有VIP, 當然有了 水哥… 水哥… 剛才下肩嗎? 你不是先回家嗎? 我顧著你 你先去吧 很多人, 別這麼怨氣 你們行… 謝謝水哥… 水哥, 真是有杯飲料給你喝嗎? 知道你怪你, 如你來吧 謝謝 好生意 當然了, 下了一口心機了 那算是你乖女了 好, 給你了 什麼東西? 你去查人看看 先看看 是不是他喜歡的? 水哥, 你玩懷疚嗎? 不懂事, 別發聲, 這是好東西 走幾條街才找到的 幾個老闆不賣給我 我價錢也不說 一件馬上就買了 好, 是不是他喜歡 喜歡, 懷疚的東西有味道 聽到沒有? 是呀, 我替你帶上去 文叔, 阿水買給你的 我也有手術嗎? 對 我以為那天說說而已 謝謝… 小意思 還把我們一頓飯給予了 難得你們賞免過來吃飯 阿水哥, 腸好吃嗎? 那就多吃幾條了 再吃一口腸 不合理我吧 這樣不好 二老, 我聽說我得過腸 一千五種, 夾包三百多種 你的腹會不會少了一點? 沒有, 下次我過去 買齊三百多種回來好不好? 好… 不過好嗎?你要一次給我吃完 好嗎?要有你鬆無鬆弱的感覺 展燒一定會碰那一堆 也不錯, 很多人買你去櫃檯看看 還有, 接了不少單 你有沒有看清楚給你一張紙 我要手袋和銀包呢? 怎麼買不到? 我手袋斷貨了 銀包要排很久才排到買回來 那你不要排到去買 我要看月檔攤的嘛 你怎麼搞的?我沒得去就很慘了 你這樣, 人家叫你買銀包和手袋 你這麼多買不到回來, 我不想 最多這樣, 下次我給你買回來 說個算數 好…很熱鬧 這麼早就過來了? 是你們兩個遲到而已 有了, 用不著這麼驚人, 碎哥 看前我姐姐一會也不行 關不關你事呢? 開心姐, 三老買了什麼給你? 不用問了, 肯定是一些厲害的東西 要親自送去一杯花茶 不能夠餓了, 大家看什麼? 髮夾? 沒錯 很漂亮, 房間好像幾十年始終 來, 碎哥… 不是呀, 現在是古老檔士興 這種髮夾七十年代很流行 是呀, 民宿你不說有志可 一說我就記得了 媽媽以前有個差不多一本的 不要緊, 開心喜歡就行吧? 搞定了, 誰幫忙開飯 來… 好… 來, 我先收下東西 我手髒的, 先洗手 來, 快點 謝謝 剛才你不是鹽水咬得好嗎? 當然了 你知不知道花夾的心機和花夾的時間 才掌握到這個比賽的秘訣? 明天有時間, 交給我兩道吧 好 是呀, 我幫你找一個專人做蛋糕的師傅 幫你做花茶蛋糕 他還說可以算便宜一點 是嗎? 不過這樣, 配方就要你給他了 配方?我只是儘管嘗嘗 你放心吧, 這件事我一定能幫到你 大家研究一下, 一定能拿出一個行程 那真是謝謝你 我還是儘管嘗嘗嘗 你試什麼?我又試 三老, 沒理你怎麼成事呢? 一定會遇上你的 跟德行樂, 真是好聊 挺好笑的, 我跟雞同男人說 但大家要回答 沒問題, 真是好 然後他還教我說什麼? 說德文早晨, 知道他怎麼說嗎? 不知道, 我沒學過德文 忘了, 一天早上 我在浩子裡四處跟別人說 忘了… 但很奇怪, 沒反應 他很奇怪, 看著我 然後二老, 被小弟弟在那裡笑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原來忘了不是德文的法文 但我還以為一直跟他聊過德國人 原來是法國人, 真是搞笑 我這麼晚了? 為何你這麼晚都可以這麼精神? 那邊剛才開始 但這邊已經是我們需要找周公的時間 你知不知道? 二老的事更好笑 好呀 你聽我說完再說吧 好呀 你聽我說完再說, 我去睡吧 二老那次他… 晚安, 今晚睡房間見 你說真的嗎? 睡不著嗎? 大哥 千功百子 真厲害 怎麼了?還有時差嗎? 對了, 你在那邊這個時候 應該還在搏殺 我真的知道 我請非大哥你莫屬 現在眼光光都沒做什麼 反正我還是睡不著了 有你陪我聊天更好 大哥, 你不是睡不著 你怕我睡不著 大哥, 你真好, 懂得體諒人 人家說小便聖身分 我這麼老, 見他開心 很多人跟他談, 談通宵 剛才談不了兩句 就回家睡覺了 其實我開心了 他最近為了一杯花茶的東西 搞得周身沒空, 當然累了 但在電話上 他跟我說生意好很多 他最頭痛就是花茶蛋糕的東西 所以我剛才叫你一起來試味 這大大哥 什麼? 我不在那時候 有什麼特別事發生過? 什麼特別事? 不知道, 我剛才覺得有些東西 剛才吃飯, 他一句話都沒出過 三樓, 不要亂想 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或者他真的在煩一杯花茶的東西吧 好, 是 好吃 試這個 好吃 這個拿三樓的分衣草汁 味道太濃了 濃得有點苦 是嗎? 這個做了十個百分衣草汁 味道淡的頭 就吃了蛋糕的味道, 怎麼吃不到花香味 這樣就這樣吧, 嘗嘗放20%吧 我又不斷思考 我也是 好, 吃吧 完成了 吃吧 好 怎麼還不行? 比剛才已經好了很多 沒那麼淡,但少許出不出花的味道 但為何整晚還是這樣? 別吵了 你整個鍋子 你幹什麼?又弄過嗎? 你知不知道,每道新菜式 都要經過無數次的失敗 才能做得到 你知不知道上一次 你不是贊我的鹽水鴨做得很好 那你知不知道我經過多少次失敗 和反覆過多少次才能成功? 沒理由你比我這個做老闆更加努力 好,再試 那好,你幫我打打,我繼續喝醉 好,兩位,喝什麼東西? 兩個菠蘿油,一個凍檸茶,一個淡茶酒 好,麻煩你,好 早知道你大哥今早要見客 昨晚就不抓著你吃蛋糕 吃得這麼晚了 鐵人十八,不會累的 撐得住有餘 不過我真的服了他 我也想到快要放棄 他還這麼有心思 我真的學習他這種吃而不死的精神 我也服了他,也服了你 你還好說,顧著睡覺 還說幫我試味 我試不試也一樣,也算不出個分別 好嗎? 會不會不跟叉吃? 不喜歡,不想吃不跟嗎? 誰? 臭小子華 你這個臭小子這麼久不看見我 以為你死了 好東西,益我吧,經還是留? 是嗎?說說算了 不…就這樣… 是我還是菠蘿包? 這個女人發脾氣,是不是有原因? 女人周其勝是這樣 無緣無故扯火,我真的不太明白 大哥,你聽不到我說什麼? 聽到了 你說這女人是否周其勝 又無緣無故扯火 不回答我 那我也不知道這個答案,那我怎麼回應你 做蛋糕? 是呀,昨晚試過很多次都說失敗 今天就試過幾次了 怪不得了,原來是因為蛋糕 大哥,這些幫我全靠你了 我下半生就在你手上了 三老,你別這麼誇張了,好不好? 我是說真的 三老,你又想下半生有幸福呢? 麻煩你幫我試一試嗎? 我試和試沒有分別的 只是出心而已 起碼你又幫了我的口,來 好吃 真棒 真棒 沒想到不僅要用薰衣草汁 原來還要再加幾片薰衣草 調一調味 口感當堂不同了 薰衣草的味道濃淡適中 它夠美得來 又不會比本身蛋糕的味道 好嗎? 好嗎? 你還沒睡嗎? 來,先去洗澡 怎麼樣?是不是很有口感呢? 婚姨出的香味香得來淡濃適中 香得來又不蓋過蛋糕本身的香味 這個蛋糕是你做的? 這個蛋糕不是很好嗎? 那時候我爸爸送我紙包蛋糕給我媽媽 我媽媽不知幾粒 這個蛋糕是怎麼做的? 就把那些婚姨草調一調味 是嗎?我怎麼想不到呢? 那那些婚姨草汁加多少? 十五至二十百分嗎? 差不多,十五至十五左右 那就是多少? 是不是依然用兩隻雞蛋呢? 不是一隻,不是兩隻 那這個蛋糕要用多久時間烤? 看蛋糕的大小而定,其實很難說 那這個烤了多久? 是嗎? 跟你上次烤的差不多一樣 那這個蛋糕是還沒做的嗎? 就是不是了 不是就不是,幹嘛要說謊呢? 要不需要這麼大反應? 我只想哄你開心而已 你最近做什麼? 經常向我發脾氣,我做錯了什麼? 我想我們之間出現了問題 什麼問題? 我們之間出現了第三者 怎麼會有在一起的呢? 我只想哄你 相信一個他 心裡一個他 不需要害怕 世事變萬化 神是個辦法 對嗎? 天氣水再差 聽你心裡話 離開陰天的落下 如心發放 漫天到海滿花 知道需要他 知道心爱他 偏偏太害怕 爱也似无伤 暗地履自个笑话 经过风月沙 飘过冬月下 晴空中千色艳下 从心坎各 爱是何的我